不断的在寻找空位投篮机会 防守他的球员 一定要紧贴着他 因为在这种比赛当中 你没有太多的空位投篮机会了 大家都对你有研究 而且你落阵地的时候 你很少通过阵地配合 漏了 这个还是陈培东的防守 出不来 北控这边的配合也受阻 对 过来哪里了 这种机会 应该小高应该多学习一下 没错 利用掩护之后的空位机会 一定要果断的投 张帆面对陈培东 点起来 漂亮 现在李静宇上场打四号位 空位三分球 命中率非常高 张帆自己持球外线进攻的能力 这不光是命中率的问题了 张帆十分 顶了哈斯 分过来 很耐心 又点了一下 张帆的急停跳投 外线只能看到张帆一个人 对 非常明确 没错 就先要单吃 来吸引更多的防守 再转移 张帆在外线 在收纱回来之后 双方的差距变成了五分 虽然陈培林发球命中率的 也会不太稳定 对 应该打一种 双方的空位三分球 点一下 虚晃一枪之后 第二次出手 手硬 打平 比分打平 是 这个球应该得分的机会 对 北宫的机会 其实这个球 散宁第一时间 应该把球上到张帆那 可能就是空位 对 机会 是 但是他多跃了两次球 底点给到张帆 哇 这是要做机会 这个机会做得有点太容易了 啊 外线三分球 哎呦 依然保持着火热的手感 没错 倒底脚 看还有没有 哦 北宫提不锡一直在喊啊 说就赶紧抢底脚 马勇也是心领神会 加成五半了 刚才那更早的时间 也是领导四半 扣射步的投篮 嗯 手硬啊 这边还是把球交给张帆 嗯 空位投篮 点了一下 呃 那种自己的进攻 来吸引防守 是 把球传进来了 八分球 嗯 还是把球交给张帆 交一个高位的挡拆 前面是假的 对 四几八星啊 这球进了之后 有点杀死悬念的味道了啊 本场的MVP 是 如果 北控能够照常赢下 那张帆恩毫无疑问 手真硬啊 嗯 而且这几个球真的都是在 要分最重要的时候 有中距离 对 有吸引防守之后 给了哈斯这个正确的选择 以及这次 韩剑量十足的外线 外线掩护后的 急停三分球 没错 呃 如果山东队这场球输了 其实可以 有很多这种结的地方 是 对